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 因为他们毕竟在外围 更加激动灵活一些 令这个位置 面对两个人的车轮战 自己还是倒得下来 另外这边 ParaBui打掉了清晨之后 在人数上是完成了一个互换 ParaBui只剩下他自己了 魏无限也在烟雾当中 被ParaBui的灵敏地捕捉到了 又扫一个 33面对散兵 33的血量并不多 散兵来到了二楼 想要打一个后手 这个时候还在绕 ParaBui血量更具优势 33在烟雾内持续的穿梭 还在找机会 子弹应该不多 换了一把材冲锋墙 一顿倒子 ParaBui三连暴走 这一波的话 确实在绝境之下 散兵打出 和Show Time僵持了这么久之后 Show Time好像 还是选择了下山主动进攻啊 但是人不够啊 而且在没有完成击倒的情况之下 主动贴过来 好像被完成了一波反包围啊 这原本自己是想要从高点进攻的 但是提前进的两名选手 是来到了房间的高层 是的 好消息啊 有一个好消息 阶段三 他们还在圈内 所以作战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看看要怎么打 君墨 换上珍珠后 面对三个老将 没有办法 直接被扫到 再看飞将 一个爆头 但是换掉一个人之后 队员根本就没有在房间 此时此刻 Show Time的支援才姗姗来迟 九九和帅狗一直是架在了 这个城区的高点的这个悬崖上 现在再来还要强行打吧 我倒是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吧 不过他已经贴到这个位置上 再想撤退 面对的是未知的威胁 这一次年终转会期啊 有几支战队的特点非常的明显 就是把自己队内火力输出 最猛的那名选手给转回出去 是的 像Show Time就是其中之一 那加入了两名新选手 在刚刚的那个攻防战当中 没有守下来 还是有点可惜的 这一波的话是移动吧 的三倍镜远距离爆头 另外一边 冥冥往前走的时候 被神森森一颗雷打倒 这个防区里面体坛是四个人满边 刚才 NV腾育市民战队和FORM的作战 最大的影家 除了NV腾育市民战队之外 就是对我给他们的作战意图 已经成功 但是这一波和体坛相比来讲的话 攻守互换 他们没有办法劝走体坛 只能是应接这波团 这一瞬之间打的是 完全把对方打掉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关注人数的互换 我原本想看大拳顶到了最前方 因为他们在凹槽 如果没打倒的话 DKG想要会合 是不是得往圈外走才行 先来看这一波吧 体坛战队好像是有点沉迷于舔包 没有意识到 头顶上LGD反向的 往北侧拉出来的一个动向 但是LGD这边的拉扯 有点让我意外 没有派出所有的队员 我们看到右上角 程C依然是开着车 往安全区的边缘进发 但是自己的队员已经冲到了近点了 这个时候程C如果再开车 来到这个长条房的北部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一个夹角枪线的 外围的体坛很难受 因为他们的枪线没有办法在外围展开 再加上程C的感到 整个的阵型已经被LGD完全地给拿捏了 凌莎关门开门之间 直接被打了一个背身 两名小将的对决 这是来自于微笑 微笑再一次加入战场 放到了程C 那这样的话局势急转之下 对于LGD只剩下猫猫了 半血 血量不多 97这边赶紧爬到楼上打包 97 这个长条房它能顶得住吗 包打起来血量有优势 烟雾弹直接往前冲 手里面一把762猛男枪 猫猫呢 猫猫要救人吗 应该是要先把自己的状态打起来 而对于97来讲 他和刚才散兵的想法是一样的 想要打一个后手 但是此时此刻随着篮圈的推移 已经不能够给到他更多的时间了 97来到外围 发现了一个人头 先把屁股打掉 拿到这个分数 待会儿和圈之后 猫猫如果说打赢了 最后是原点的一波 500的出现 的时候我看到灵莎带着另外一个老哥 就直接来到他们房间里面去了 这波其实和刚才Poilm想法一样的 开局有优势干嘛不打呢 先来看这波TKG 以及JD1骁龙之间的战斗 这两支战队还是有说法的 我们特别期待的小天大战86 也有可能会上演 但是在我们期待的这个故事发生之前 你得先问一下RNG同不同意 那倒是 刚刚就说了 RNG因为一波战术的转移 来到了DKG的布防中央 他们完全阻挡了DKG会合的一个路数 所以导致了正面和JD1骁龙打架 是没有能够 进了点位 但是似乎是困难了 因为这个距离是散兵距离 从上个赛季的数据来看的话 150米到250米 非常多的 ACT 我非常看好他们 你又看好了 你先看圈 先看看这个圈 看不看好他们 如果你看 这个RNG这一侧 如果说能够突破童家宝 倒也还可以 所以说苏南想了想 还是集结到北侧 不好突呀 这童家宝的枪线是夹得死死的 但是导师配合着队友 还把SMG的人给打掉了 看看童家宝这边 有没有人来救一下墨竹 这颗火丢了有点呲 不过墨竹呢 还是受到 哎 派大兴 好像受到了 自己右侧的一个枪线袭击 这就是童家宝 旁边的夹角枪线 现在龙仔在做思考啊 龙仔要不要开车 直接过马路 但有一个 正面进圈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掩体 JDE骁龙和RNG 很有可能会依靠反鞋 给他们痛击 JDE 要等到JDE骁龙和RNG 打起来的时候 童家宝一波冲锋 想的很美妙啊 已经打起来 七七号 七七号 一传二吗 这是 这是一传二 竞争和小条库 一分之间 JDE骁龙被灭队了 而且JDE骁龙也把86收掉 那这样的话 童家宝没有什么好犹豫了 不要和STE再纠结了 是的 直接往前冲 维森已经提前站点了 而对于STE来讲 既然少了童家宝的侧面的威胁 可以专心致志的和SMG进行作战 但SMG尤其犹豫之后呢 已经被STE抢占了位置 以及顺位 这动不了了呀 你这完全 一点言底没有 点位是被导师占了高点 顺位还前面已经被占了 是的 火 炮了不会 本场比赛 凭借着他的帅气的pose 拿到五个淘汰 这真的好 凭借自己帅气的pose 你在说什么 好帅 先来看这波 STEAM99 自己也是独目难支 最终倒在了派大星 Groza的枪线之下 虽然说SMG位置很差 但是终究还是放了FUU过来了 看看FUU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机会一打三 头上有苏南 爪步应该是听不太清楚的 还是有操作的空间 依靠这个掩体可以完成局部的一打一 就要看头顶上的SG 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哦 没有 这是一个走射 但是 动作很帅 这准心有点不太靠谱 这个潮流单品UMP可以这么玩 再来看NV同学名战队 之前的话占据了非常不错的位置 但是他把中间给让出来了 这是主动拉到北侧和T4战队一决 上个胜负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OJER在这个位置 拿到外围以后 面对阿兰 被阿兰给反打了 阿兰 但愿手发是有原因的 血量不足的情况下 面对一怎么说 哇 又是一波三连暴走 NV腾讯视频 连续两次正面的作战 哎 他是两个人守下来的 对 因为散兵还没有来得及 赶到架枪位置 自己已经守完了 先来看这波 SG几斤作战 最终还是倒在了SG的枪下 SG其实是整个 15支战队当中啊 前期磨合最少的战队 没错 现在养精蓄位 来跟同学堡正面打一波 看看 谁胜谁负啊 这一波DKG的光 还在这里 没办法 因为毕竟自己人员上 没有办法与 ACAT进行一较高下 而RNG的正面又在 防守的非常严密的情况之下 不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 要上去打吗 我们看一下 上面是只有合将一个人 而脚下有YDD和格子 这个时候闪电还在开车 这一波同家宝凶多吉少了 两天的训练赛 合将拿下了 全联盟选手当中的第二名 所以说合将最近的状态 也非常不错 上去 首先秒掉星辰 知道这边有RNG赶紧掉头 这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没有任何的机会 到底合将打得好是有原因的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RNG也趁此机会 来到了ISG的旁边 而且从地形上来看的话 双方不存在优劣之分 没关系啊 我把脚下的人打倒了 我稍微调整一下 上面的合将稍微微索一些 不要打得太近 合将这个位置 如果倒了的话 自己可没有任何的机会 被扶起来 死于落还是抓住了这个参名点 当时他如果能够再往后退一些 等待脚下的人全部扶起来的话 可能会更有优势 第一波打开了 而此时此刻 恩维腾讯性命战队 已经是来到了这两支战队作战的 劝架范围之内 WOW A 极少的味道了 自己往后退呢 恩维腾讯性命战队 两兄弟已经集结过来了 往前走 RNG的状态又不 YDD 这个YDD 无指教育 YDD直接出枪 没打 打过了 打过了 只是队员太多了 七七好像这边出枪 是帮助了一下 把YDD给收掉了 其实这一波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无伤老六一个 然后再掰掉一个呀 YDD没有把握住 先看看吧 这边还没有打完 力 在这边打掉人之后 选择迅速回撤 小姨倒地的位置 看起来是没法服 看看令这边 人已经到脸上了 这个雷王递杂 弹一阔 哦 上赛季的雷王 这一颗手雷 没有能够拿捏到位 这个赛季 全联盟27位小将 我从现在开始认可苏玉露 你又认可苏玉露 苏玉露是在这个赛季 RNG从微博 一战队以及RNG 此时此刻DKG的光 已经暴露在了RNG的相线之下 扎宝也被扶了起来 DKG的光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去习惯这个名字 尼克雷达到了他的身后 他依然是有这个位置的优势的 因为他在安全区内 一下放倒一个 那很有可能会 充当别人的背景吧 是的 所以说ACT还是以稳为主 ACT他稳的原因是 他中间已经站点了 是 500是站住了中间 他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补博信息 而RNG即使解决掉了光 其实他们在 网圈里边进发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底底 这场比赛不太好打光 也是顺利被RNG清掉了 是的 扎宝 同样也是这个赛季 刚 我们的这个开赛的第一天 派出这么新的阵容 是的 而RNG这一波往下 往山下去前进的 开面点抓的也非常不错 正好是ACT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而且ACT几个人的掩体 都非常的细保 再加上RNG上个赛季的暴击率 位列全联盟第一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枪 打开一条出路 那如果说他们两队前期 打得太招招的话 Para Boy岂不是 他有机会是 看看接下来这个 没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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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前面是没有延期 哎呦 但没化妆是刷到了500的附近 那看看Para Boy能不能抓住 这个世界 星辰是一个高背镜 但是依靠一波 精准的妖射带走对方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UMP 这个两把枪性的使用 感觉是做了一个透视范啊 步枪打近点 冲锋枪打圆点 但是人家枪硬 那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人位置也被锁定了 Para Boy出版了 位置被锁定了 但是这样一个从高到低 还是打过了 我的妈呀 Para Boy的机会来了 现在在人数上 我们看到Para Boy是 仅剩一个 还在找机会输出 拿到六个淘汰 又打到一个扎宝 RNG现在只有两人站着 本场比赛 Para Boy已经拿下了七个淘汰 现在在梅花庄的位置上 看起来Para Boy更占据优势 他离中间更近 他有掩体 主要是七七航 在前往梅花庄的这个道路上 哎呀 不得不说 虽然说Para Boy的定位 非常的不错 但是从压枪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这波七七航占据了上风 我还以为 不是这样 你可能跟我想的一样 Para Boy的红点 多少 什么 一百多多米 二百多多米 是他的距离 两个人拉到了圈边 是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先 这场比赛 也是没有打出自己的风采 是 特别是TC来看的话 他们最近有一个问题 前五率很高 但是吃距离很低 那人 是 看看这一波七七航的视角 你看第一时间 自己被打成大伞 正常人这个时候应该说 我要赶快去找掩体 他主要是旁边也没 对 好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 打完之后 淘汰榜的情况 第一名 NV 腾讯视频 Para Boy 7给淘汰 而第二名和 一个格子 这个价格相对于 大全来说都不高 没错 好 那NV腾讯视频 战队的Power Boy 也是拿下了 本场比赛的MVP 这套Operino 6 Pro Plus 和你上场